大家好,我是沐蔚,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软弱妻子被外星人改造,变身成女巨人,很虐渣男丈夫的故事。 南希是一个标准的白富美,她身材高挑,气质温婉,这样的女孩却没能拥有完美的家庭,因为父亲和丈夫一样都是上门女婿,所以母亲去世后她拥有了全部财产。 丈夫哈利并不爱她,还在外包养了情人,因为在南希父亲的要求下,她签署了婚前协议,即便离婚也拿不到一分钱,所以她现在只能勉强维持和南希的婚姻关系。 南希父亲之所以要求她签下这份协议,本意并非为了保护女儿,而是她也贪图这份财产,担心肥水会流外人田。 他们的小九九,南希心里都清楚,却从不愿意承认,她已经失去了母亲,不想再失去世上仅有的亲人和爱人,内心矛盾且压抑的她,只能去心理医生那儿寻求帮助和解脱。 因为南希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哈利和情人优惠越来越肆无忌惮,即使知道南希来到了楼下也丝毫不慌,因为她知道她根本不会上来。 南希的确没有上楼算账,而是边哭边开车走了。 就在这时,一道强光迫使她杀住了车,而后一个巨大的飞碟出现在半空中,红色的光束直直射向她胸前的吊坠,她的到来像是专门做这项任务的,完成后就直接离开了。 南希惊慌失措地赶了回来,她的遭遇非但没有引起哈利半分担心,反而让她打起了小算盘。 没人会认为南希口中的飞碟是真的,这代表她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。 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,是不适合拥有巨额财产的,于是她立马回家,一面用虚情假意麻痹她,一面却偷偷做了让她进疗养院的打算。 为了证明自己没疯,南希带着哈利去到飞碟出现过的野外,但也因为这样,她被飞碟带走了。 再次回来后,她得了间歇性失忆症,完全记不起自己发生了什么。 父亲和哈利为她的事吵了起来,言语间涉及到了南希去世的母亲。 南希为了让她们停下来,激动地大吼大叫,刚吼完她就感觉到了不对劲。 她的身体渐渐膨胀变大,很快就把天花板顶穿了。 成为了女巨人的南希只能待在仓库里,连洗澡都得在泳池里解决。 变大后的南希性格也发生了变化,从软弱可欺变得刚毅强硬。 医生告诉哈利,以南希现在的身体情况,不宜过分激动。 因为她过于庞大的身躯,增加了心脏的负担。 任何激烈的情绪波动,都有可能让她出现生命危险。 听到这里,哈利动起了歪心思,她肆意辱骂南希,说她是巨大的畸形怪物。 南希被气得晕倒在地,瞬间压垮了仓库。 眼见目的达成,哈利高兴地跑去跟小三庆祝。 但南希并没有如她所愿直接归席,只是昏了过去。 苏醒过来的南希十分愤怒,要去找哈利算账。 她的出现把人们吓得满街乱窜。 南希很快就找到了他们待的房子,小三本想用枪解决她。 可还没等她动手,手中的枪就被她像弹灰尘一样弹走了。 看着被自己捏在手上的小三,南希没有趁机对她实施报复, 而是语重心长地说了一些话,就把她放走了。 哈利想去这逃跑,却根本躲不过南希的五指山。 南希直接把她连人带车端了起来。 这时,天边飞来两架直升机,一路把她逼到了电线杆前。 警察让南希把哈利放下,并让她父亲出面调解。 但南希父亲依旧一副高高赛上的碎脸,把她当成一个小女孩来训斥。 南希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隐忍。 历生痛斥父亲根本不爱母亲,不爱她,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。 被踩到了痛脚的她,却让一旁的警察朝南希开枪。 听到了错误指令的空军直接朝南希开火。 饶使她的体型再庞大,也对抗不了他们的接连攻击。 往后倒在电线上,被电得不能动弹。 就在这时,飞碟忽然出现,解救了她。 在飞碟上,还有另外两个跟南希境语相同的女人。 三个女巨人俯瞰着被关起来的丈夫们, 就像在看却养起来的小仓鼠。 她们只有真诚反省,才能走出这个牢笼。 这部电影翻拍自1958年的黑白片《女巨人复仇记》。 电影中南希路过的大屏幕上播放的正是那部影片。 这样的安排,也是为了致敬经典。 像南希和哈里这样的陌路夫妻, 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。 但没人可以像南希那样, 在外星人的帮助下, 变成能碾压一切的巨人, 反抗另一方的压迫。 所以,不如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强大而无畏, 成为心灵上的巨人。 本片来自科幻片《50英尺高的女人》。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 木卫说电影,每天陪伴你。 我是木卫, 咱们下期再见。